大家好,这个就是集五大核心功能于一体的爱信智能稳压电源P2408 打开包装,里面是一台智能稳压电源 香蕉头鳄鱼家一根接地线和一根电源线 将接地线连接智能电源背面的香蕉头母座连接电源 智能稳压电源侧面有一个Type-C接口,用于版本升级 当智能稳压电源有新功能发布时,会通过升级版本的方式免费推送 用户只要升级固件版本,即可使用新推送的功能 微信搜索公众号爱信工具,点击产品视频,操作视频,爱信设备升级操作视频 可查看固件版本升级操作,打开智能稳压电源开关,出现开机界面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定义开机界面 主界面由四个部分组成,上方左边是产品型号P2408 中间是开机时间显示,右边是版本号 智能稳压电源有新版本发布时,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查看 自己使用的是否是最新版本 另外三个部分,均为功能界面 左边是PD加QC协议输出,支持苹果、安卓快充和测试 右上方是4.2V加苹果电池全协议,支持iPhone主板一键开机,不重启 右下方是直流供电,24V,8A量程输出可调,适合电脑、平板、手机维修 右上方的编码器帽,用于功能切换和确认,旋转编码器帽,可切换功能 按下编码器帽,可打开选中的功能界面 左上方的ASK键,用于语言切换和返回 按ASK键可返回主界面,长按ASK键,可切换中英文语言显示 往下是功能接口,左边的Type-C和USB接口用于手机快充 右上方的USB接口用于开机 右下方的两个香蕉头母座,用于直流供电输出 现在我们选择的是手机快充 按下编码器帽进入快充界面 苹果快充操作演示,用苹果快充线 将智能稳压电源和苹果手机连接 智能稳压电源开始给手机充电 显示屏上同步显示手机快充的电流、电压和功率 安卓快充操作演示,用安卓快充线 将智能稳压电源和安卓手机连接 智能稳压电源开始给手机充电 显示屏上同步显示手机快充的电流、电压和功率 注意事项,智能稳压电源给手机快充时 手机电量低于80%,效果最佳 手机电量较足,或者手机更换过尾差 效果次之,PB,QC3.0,快充不能同时使用,会影响测试准确性 单板开机操作演示,按ASK键返回主界面 旋转编码器帽选择开机功能,按下编码器帽进入开机功能界面 开机线和开机软牌,属选配产品 开机软牌分三个系列,分别搭配一根开机线出售 开机线内部有五根焊接线组成,分别连接开机牌线上的五个焊息盘 我们用颜色来区分开机线,用字母来区分焊息盘 红黄色连接RY,绿色连接Y,黄色连接G,蓝色连接B,红色连接R 开机牌线的型号不同,字母位置可能会有不同 但是每根开机线的颜色一致,所以我们只需要记住开机线的每个颜色代表的字母 再根据开机牌线上对应的字母一一焊接即可 用开机线将智能稳压电源和主板连接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开机界面,最上方显示的是选中设置的名称或参数 它对应的是下方的四个图标,选中的设置会显示蓝色,旋转编码器帽可切换设置 第一个是报警电流设置,用于主板开机后,为防止电流过高,设置的电流报警参数 当电流达到设置参数时,设备会发出风鸣报警提示 选择设置,按下编码器帽,旋转编码器帽调节报警电流参数 向左是减小,向右是增加,调整到需要的参数后,按下编码器帽确认,报警电流设置完成 第二个是电流量程设置,比如需要维修的设备不开机,或者漏电时,电流电压变化较小 我们使用300毫安的量程,可以看得更清楚 电脑等其他设备维修,可以将量程调到10安,显示会更全面 手机维修常用的是默认的5安量程 第三个是电流显示模式切换,表盘,数字,曲线 三种显示模式可任意切换 第四个是一键开机的开关,按下编码器帽,即可单版一键开机 现在是表盘显示 我们切换到数字显示 再切换到曲线显示 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显示模式 直流供电操作演示 将香蕉头鳄鱼家连接智能尾压电源颜色对应的香蕉头母座 我们用一个小风扇来做演示 将香蕉头鳄鱼家分别加注风扇颜色对应的供电线 我们首先来看直流供电的参数设置 旋转编码器帽 默认是以0.1V为单位的调节输出电压的参数 方便智能稳压电源在供电输出过程中 随时的调整输出电压 所以我们在选择设置前 需要先按下编码器帽 确认当前电压 再旋转编码器帽选择功能设置 第一个是快捷电压设置 27个维修常用的电压参数 可快速设置0.5V至24V常用输出电压 第二个是最大输出电流设置 用于供电输出时 电流达到设置参数 发出声音报警提示 向左旋转编码器帽是减小 向右旋转是增加 第三个是电流量程设置 和一键开机界面里面的量程设置一样 用于调节显示的量程 第四个是烧机 用于开启烧机功能 第五个是电流显示模式切换设置 可选择电流电压的显示模式 长按编码器帽开启供电 现在小风扇并没有转动 我们来调节电压 将电压调整到10V 按下编码器帽确定 现在小风扇已经开启 但是智能电源一直出现声音报警提示 按ASK键返回主界面 可以看到短路提示 进入直流供电界面关闭供电 我们来看这里的最大输出电流设置 只有0.3A 我们调整到3A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小风扇的实际电流为0.44A左右 没有达到我们设置的报警电流3A 所以现在没有短路报警声音提醒 切换到数字显示模式 曲线显示模式 烧机操作演示 烧机功能仅可使用数字显示模式 其他显示模式下 开启烧机功能时 会自动跳转到数字显示模式 快捷电压里面的0.5V 0.9V 1.2V 1.8V 均属于常用的烧机电压 也可以在主界面直接调节 我们调到1.8V 我们用吸线来做演示 长按编码器帽 电流显示红色 表示烧机功能开启 用两个鳄鱼加连接吸线 吸线熔断 智能稳压电源由于线路中断 而停止供电 电流电压恢复到未连接状态 智能稳压电源在直流供电输出时 当电流大于5A 背面的智能风扇会自动开启 电流小于5A时 风扇自动关闭